我真的很感谢广州排行机场 让我知道了广州能有多团结 我们广州人有多热心 前天晚上我坐飞机回广州嘛 我坐在第一排 鞋对面就坐着空姐啦 空井啦 那你坐飞机当然得舒服点啊 我全程就 中途经历了四脚八扎 用力调试座椅没按下去 口可不要打嘴 用舌头剔牙 以及用手机照牙缝里有没有猜 并且一直在看自己的视频 飞机落地搬行李的时候 那个空城哥哥过来说 他是我粉丝 我喵的球鞋里面还没穿袜子 那我很不好意思嘛 刚才打了个招呼 然后就像光一样 逃走了 然后出了机场 刚一上车 我助理就刷到刚才那个大哥 来我评论区评论 头长你把你手机拉飞机上滑 我的手机不见了 我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这还不要紧 我的屏膀是我自己输大母哥 我们还在上网找电话的时候 白云机场那边 估计已经开始全员附送了吧 有个大母哥丢了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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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母哥 我都能想象到 他们捡到我手机时的表情 让我看看是谁的手机 结果就是整个事物造领处 都看到了我的大母哥 我助理帮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他们隔着电话还笑了半分钟 平榜的这个大母哥是不是你啊 从空井空姐 再到地勤事物造领处 再出道散送小哥 什么叫城市的力量 什么叫众志成城 什么叫做全城接地 第二天早上十点想送小哥 拿着我的手机就站在我们家门口 让我看看谁是这个大母哥 plutôt 露 我明明还是个孩子 直到今天隔壁那个长那么高的小孩跟我说 嘿嘿 大哥 我一三年代 一三年我都会小恐成像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我朋友他也很惊讶 我讨回一四年好像生了个小孩 然后他一四年的小孩那天来我办公室看到我也很惊讶 阿姨 你都这么老了还喝奶茶 阿姨这么老了还可以把你头拧下来 最近我每天从起床的那刻开始 就感觉自己半个身子入土了 以前我可以蹲在地上半个小时研究光的折射 现在我只不过是蹲下绑个鞋带 以前夏天一日我拿起可乐就是一个咚咚咚 现在夏天一日我拿起可乐就是一个 为什么会有人小点感冒啊 以前我跟父母撒个娇他们还会觉得挺可爱 我昨天想吃只雪糕跟我爸撒娇 我爸说 拉人 可是谁说长大不能做小可爱呢 比如说这个1872年出生的自生堂 诶 我们如今生命力依旧蓬果 他们刚刚出了150周年限定礼盒 里面有这个自生堂红腰子计划 红脉微循环技术加速肌肤维有微循环 帮你建立高质量肌肤屏障 抵抗敏感泛红痘痘痘痘痘痘口 还能细腻毛口 阶段充滞定性感不能力 还有这个百年红水加速肌肤代谢 加上这个急救红腰子就是一套骨盒拳 熬夜加班内耗再准都不在华夏 眼罗不敢说就还个三毛罗 你像个只是玩笑 其实我不会去主张什么年龄容貌焦率 我比较害怕的是当自己真的殴落 他没有任何值得回味的东西 所以趁自己没长大透之前 多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乔乔乔乔乔 窃血糕 再见 有一种优雅叫做眼保健操 每当熟悉的音乐一响起 没有老师敢拖你腾 然后周围的同学突然就会变成巴仙过海 自导自演 各显神通 我当时觉得学校让我们做这玩意儿 无非就是想让我们眼神放光 你功课不要布置那么多 我每天给你眼神放清光 我试过大力按压我的勤明学 然后被老师发去墙角重做 你试过睁眼暗柔似白学 然后我们搬留东红旗就没了 我当时还不懂为什么老师会这么生气 直到有一次轮到我做直升 那个搬一群人一边做眼保健操 一边看着 老东红旗后被雷 耍嘴 耍嘴 你是真的会感觉到挑衅的 我把眼睛按住耀眼 拉眼 拉眼 还有个吃完午饭塞牙的 把手伸进嘴里揉牙眼 现在还用回忆过去吗 其实想要眼睛有神 真的没有那么难 除了做眼保健操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眼霜啊 反应好用 塞牙的极大重镜合 里面的康奥大哥和保湿姿眼 还能够的中眼泡 最绵密的乳房 再配上这根360度冰感按摩棒 看眼凉凉的 哎呀 破格俘广 给眼睛做个SPA你不香吗 不仅眼中能更加滋润 不够拉扯 而且它真的是很润呢 还不油 眼睛不皱不就有神了吗 哥 当年眼保健操对于我的作用就是 跟同桌比赛谁下手 今天就给你表演一个小子大孔 偶尔还能来个师生互动 而是你看我看我玩的花 长大才知道那玩意 它可以防进室 我好像知道我进室里面赢了 再见 我当初决定养屯鼠 是觉得屯鼠多可爱啊 一天什么都不做就吃草 今年我叫豚鼠六岁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祖宗 成物养着养着是真的会养出金贵病的 米妞小时候我喂它什么都吃 到现在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我哥最近喜欢吃点啥 小小木瓜丝 偶尔爱吃 两双五枣片 可以可以可以 蔬果沙拉 木瓜糕请炸花 喝来点蒲公英片降火 磨牙紫玉米 草饼甜甜圈 大哥这是上好的虚拟草棒 调食调的呀 有段时间米妞只是新鲜的玫瑰花 吃了三天咽了 又有段时间米妞喜欢吃中段的提摩西草 吃了一星期把草当成了脚垫子 上个星期我专门找人割下最新鲜的提摩西草 顺风加急当天起来家里 又多你一个脚垫子 他甚至还在上面拉 都彩黄了大哥呀 我一直以为他是症和金贵病 只有我们米妞身上有 直到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只兔子 喜欢吃他主人脸上的亚瑟兰呆 我今天这半边脸无缘无故过敏 再见 我越来越读不懂现在小孩的童年了 在我小时候 遇到喜欢的人我们会说 漂亮姐姐好 遇到不喜欢的人我们会说 坏人 上次我只不过是没给隔壁家小孩分鲜奶喝 我一家后期脏磨了 每天守在我家门口等我回家 爸我回来了 爸 爸 我上学的时候穿校服做过最叛逆的一件事 就是把裤脚改窄哈 小巡改短 我把裤脚改成驴蹄一样 天天在学校横着走 可是那天我看到隔壁家小孩放学回家 他校服里面透着青光 死骂死骂 我就想警告了 这种潮流我怎么可能问我 错吧 我这个也会发光 我回了二十多年自然不算矮 可是隔壁那个兔崽子他年纪轻轻的叫 好小时候最喜欢喝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喝的 是鲜牛奶 现在我知道我知道 打开冰箱就能get到美味又营养的经典鲜牛奶 这个鲜牛奶用超好的工艺保留超多的鲜活营养 同样一杯经典鲜牛奶的鲜活营养是普通鲜牛奶的1.6倍 每100ml还含有3.8克的原生鲜活乳蛋白 奶酸濃热口滋滑 鲜奶喝的就是它的鲜活营养吗 这里还有大容量的家庭装 听看综艺家庭都拿这个大瓶季节炫 来我给你们炫一个 你给牛喝都管口 家中常备经典式牛奶 不及小朋友爱喝 早上睡前来上这么一瓶 我感觉我现在能挪透隔壁家那个小孩喜欢些什么东西了 我有给他买了个礼物 自海水 你说这玩意要自备饮用水 他能帮你加热 小孩子也得喝热水 那甚至还配了一颗狗鲜的娇鬼的氧食 感情贴心 谢谢 我又来杭州参加一个现价活动 因为这次活动有很多人嘛 出门前我爸就赛餐叮嘱我 出门记得要死我脑 大闺女佳佳秀的造型最好要甜美 我把我爸的要求告诉我的装造老师 老师说 把嘴闭上你才有可能甜 你现在怕死有些苦吗 还是上次那位把我头弄成水壶的装造老师 脾气还是那么暴躁 他问我想怎么甜美 你说那把头发搞卷吧 我跟装造老师说 当你压力大的时候 可以按这个地方缓解压力 装造老师说 不行我再帮你换一个发 最后老师问我要不要试一下最近很火的那个公主头 这公主头 你这气人头 汗死 明天给他汗死 谢谢 我发现我在家里说的每一句话 我爸妈都会抱着一种质疑的态度 我爸会质疑我到什么程度 你有没有看到我要攻击 没有 你取爱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但其实我爸妈不是什么都不相信 事实上他们宁可相信一个只会用机器朗读的营销号 也不愿意相信在他们身边陪伴了二十多年的我 我又不试我 我干嘛 A波可不斗的 你想象不到我妈对食物相生相克这点有多执着 阿女儿 我跟你说马铃薯跟青椒不能放在一块吃 我说那青椒土豆酥是个什么玩意儿 她还会在凌晨三点给我分享养生信息 震惊 早上洗头会耗水你的洋气 就在刚刚专家证实了早上游泳队身体 专家是不是想耗我养瘦 滚 最厉害的是我爸有段时间他拒绝吃米饭 网上说大米都是塑料做的 你妈今天给我做了两碗饭 我看他是居心叵蹭 我刚试着换位思考了一下 再过个几十年等我们老了 在养老院的广场上可能就会有一群老头举着右手大喊 要相信瓜 稍后还会有一群奶奶直播跳广场舞 感谢把一老头送过来的瓶颈瓜 待会儿跟你送条丑 点开公众号就是 也奶奶都在喝的枸杞啵啵奶开桂盐茶 长山剑体得靠她 而百岁老人常说的秘籍就是 少打王者 多次罗西魂 我好像又有点理解我爸妈了 再见 7-3-3-3-4-200-estly 8-6-0-2-1-4-3-4-3-0-2-2-3-4-4-1-0-1-0-2–1-6-0-2-2-1-0-2-0.0-2-5-0-1-0-8-2-2-1-3-1-0-2-4-5-4-0 2-0-2-6-1-0-1-2-5-0-2-0-3-0-2-5-0-3-0-1-1-0-2-1-0-2-3-2-0-1-1-0-1-0-1-0-2-6-1-0-1-0-2-2-1-0-2-0-1-0-5-0-